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毁三观的事儿 听都听腻了 我今天讲的事儿呢 就是 可能跟其他人分析的不一样 我不是那种就是说 舆论一边倒的时候我是那种跟风的人 我是愿意在清醒的同时呢 通过这个社会上普遍发生的事儿呢 来跟大家说说可能深层的原因 我们今天就拿王力宏来说 实话说啊 当王力宏这个事儿一出了之后呢 我第一时间是先把他一些好听的歌先下载下来 然后把一个我很喜欢的电影 比如那个《西红柿首富》 我先那个下载到本地了 我是怕以后看不到 不是说我特别喜欢王力宏这个人 而且说这电影里边呢 有王力宏的一个段 就有一段他那个还是挺重要的一段戏的 我怕这个因为王力宏这个事儿 之后他被封杀了 然后我喜欢看的东西也没了 因为实话说艺人给我们普通老百姓带来的 就是开心和感动 那我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我可能想不到那么多 我还是活着的时候尽可能的没那么压抑吧 王力宏他老婆李浪雷是吧 写了一篇非常长的信 然后揭发了王力宏的一些私生活 原本说呢私生活跟咱们一点关系没有 但毕竟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通过这个娱乐圈 通过这个自己的音乐财富 以及这个表演财富 以及颜值吧 在我们现有的这个社会的 建立好的秩序上呢 他因此获利很多的 比如说离婚之后呢 婚后的财产听说有七个亿啊 你说七个亿对于我们任何普通人来说 那不是天王夜谭 那个是 几辈子都遇不到的事儿 我一开始说呢 这件事儿并不是这种不常见的 就是他见太多了 大家可以没事儿往上翻翻 有多少离婚的啊 就是明星一人离婚的 中间出事儿了 我客观的讲吧 先说事儿啊 就是王力宏的私生活呢 是不是真的 通过这封信啊 就是他老婆前 前期啦 前期写的这封信呢 基本上是 八九不离十是真的 而且人家手里也有证据 他能公开的写出来 就不怕别人说 而且这种事儿 大家离我没猜 几乎百分之百是真的 他老婆讲到 王力宏在和他 婚姻存续期间呢 找了不少小姐 是吧 招了忌 也约了不少这种 不该约的人 还好啊 没有爆出来吸毒 然后呢 这事儿发了之后啊 网上有巨多的人 就开始慢骂 就开始骂这个王力宏 把那个王力宏老底儿接了一遍 有些人啊 真的是为了博取人眼球 把王力宏早期的这个 包括跟娃哈哈合作的广告 早期唱的一些歌的歌曲的歌词 就是那意思 比如说 你不知道的事儿 这首歌的歌曲 你之前听的时候特别的浪漫 你现在听好像 他在讲自己的故事啊 就开始调侃了 之前我在晚上直播带货的时候 就聊这事儿嘛 聊这个事儿 我说其实没必要用道德去绑架别人 后来有人就说 他做错了还不仅说啊 就是我今天就要客观再说一下啊 王力宏这个事儿 简单点说 就是他俩离婚了 因为什么 因为现在我们能够知道的就是 王力宏的私生活没有那么优秀 或者说非常糟糕 比如说对婚姻的不忠等等吧 离婚了 从男神就变成了渣男 可是我们大家伙有没有想过啊 现在我们社会上这个离婚率有多高 它是分城市的 曾经有一个城市啊 高到什么程度 就是一个城市里边 十对夫妻结婚了 之后离婚的将近七对 七对半 为什么离婚呢 是因为感情不和吗 当然也有 那其实更多原因啊 是因为也是 就跟王力宏这种事是一样的 婚姻存续期间 不能说光男生啊 就有时候女生也是 彼此之间至少有一方 或者双方 对婚姻的不忠诚 造成了这个离婚 有孩子也很多啊 这件事发生在普通人身上 我们 你几乎不怎么听啊 几乎听不到 但是 我们回顾一下四周啊 包括我回忆一下 我过去认知的一些人 他们的婚姻状况 其实我到现在为止 嗯 我脑海中 想不出太多的他们就是 婚姻到现在为止 还是非常幸福的 9290总是会有那种 不和谐的因素 我说这些呢 其实是让大家知道 王力宏这个事儿 他是普遍发生的 只不过他现在呢 是个艺人 可以让我们很多人知道 那这些年 这种类似的事情 不停的发生着 我们有意识到什么呢 2021年 我们这个失德艺人 被处罚的是越来越严重的 非常严重 从去年开始 或者前年开始 这个就开始严重了 我们现在一个 这个普遍存在的扭曲的价值观呢 在我们的互联网上 不停的散着 散多了之后呢 人就形成了疲态 现在很多网友看到这个明星艺人离婚之后啊 第一句话是说 哎呀 想不到他们也离婚了 那明星艺人离婚之后 我们的媒体大肆的报道 宣传为啥热点啊 有关注度 有阅读术 不停的播 不停的写 深挖故事啊 挖不出来编导的故事 把这个一个正常的艺人 这个离婚的事儿 或者说搞婚外情 因为这个普通人 发生的更多了 更多了 因为人的本能有的时候是这样的 男生看见一个美女 甭管他结婚没有啊 有没有女朋友 哎看看美女 他一定会多看两眼 要干准仰眼嘛 是吧 哎呀不错啊 有的时候女生看到帅哥 一个健身的帅哥 他也冷不丁 也多看两眼 这个是人类的本能 这是动物的本能 我们社会秩序的建立呢 就是为了压制这种本能 要不然都乱了 是吧 你一个人可以喜欢很多个 很多个也可以喜欢你 这个是相互之间存在的 所以说你看我们 很多人的人生当中 同一开始到结束啊 这个可能要交过好几个不同的对象 最后走在一起合适 在一起都是这样的 有时候不合适了也能离 然后我们现在看看更多的人 他关注的点是什么 关注的是王力宏这个事 首先是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和真的都有话聊 那我觉得是真的 是吧 然后我们再说说女方 那也不要直接把那个男方 一棍的打死 一棍的闷死 不公平 女方啊 他网上很多人在维护他 这个我非常理解 毕竟女性 在某些时刻 相对来说 是弱者 给王力宏生了三个孩子 就结婚之后啊 一年生一个 就是那种就是 他把自己的这种遭遇呢 描述成为 成了这个生孩子的工具 其实这一点我 就不是特别认同 我直播的时候 我也这么说的 很多人说啊 你千万不要在视频里说啊 这个不好 我们国家已经开放二胎了 也三胎政策也出来了 就是我认识的一些人 他二胎三胎的也有 我们昨天在直播间里边 我当时就问有三胎的吗 他也有 我问他你婚姻有那么不幸福 他说挺好的 很多人问我米奇你为啥不结婚呢 这么老大一人了都不结婚 因为我这些年我一直在看别人结婚 我看了很多人结婚 看了很多人离婚 包括我身边同事都结了婚离了婚 生了孩子又离婚 有的很多 三十六岁 算是一个正常的 就是我不算很老吧 你看我三十六岁的时候 经历过身边的那些 那些家庭的变故 这太多了 就是我只是三十六岁 你再往后推几年的概率更高 就是我们其实很多人 对婚姻还是没有一个很好的认识 我们教学书里面 或者说课本里面 不可能教我们大家如何对待婚姻 所以婚姻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未知数 甚至说按照现在这个社会的这个发展情况 包括我们的信息传播的这种内容的类型 其实婚姻已经变成了一个不那么神圣的东西 很多人恐婚 就结了婚能干什么 反正也能离是吧 那么多明星艺人都离了 我还结什么婚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啊 什么是爱情的终点 是爱情的监狱等等 有些人说离婚了 就说我终于从监狱出来了 这个是很普遍的 就普遍的这个有点多了 我们从小没有一个对婚姻的认知 那网上有很多人灌鸡汤嘛 就说婚姻是什么呢 婚姻就是平淡 很多年轻人谁想平淡啊 包括我现在我也不是想一下子平淡 然后你结婚怎么样 结婚男方出钱 女方要彩礼等等 就是说的把一个原本很纯净的婚姻 搞得已经相当具有社会属性了 太复杂了 婚姻对于我来说其实应该很简单 就两个相爱的人 愿意携手走过一生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合法的生活证明 这个是婚姻 我们很多人在讨论 在用道德的制高点 要求这王力宏 这不行那不行的时候 我问问大家伙啊 我们大家伙能做到吗 你能保证结了婚之后 有帅哥美女的时候 你不多看一眼 你能保证结了婚之后不离婚吗 你能保证结了婚之后 他对你一定是好的吗 说你不是今天讲王力宏吗 你怎么讲这个事呢 现在发生在王力宏身上的事 其实就是平时会发生到我们身边的事 现在有一种风气很奇怪 我不是在这维护谁 我们今天通过王力宏主要是探讨这个社会现象 王力宏的事没有什么真相不真相的 很简单一件事就发生了 是吧你看看 王力宏这个事发生之后给我们社会带来的影响 当我们媒体大肆报道的时候 很多人是对婚姻是没有期待了 我心中的一个婚姻模范 王力宏都离婚了 是吧 大S也离婚了 就我们曾经想象到他们如此幸福的走进婚姻的时候 最后还是如此不堪的首场 所以我们作为媒体有的时候有责任讲清楚这个事 不能光报道这个王力宏怎么知道 或者这明星这艺人怎么了 我们要给我们大众传递的信息是 我们应该更加尊重婚姻 而不是说把人家家那个私事抛的一干二进 然后教会我们 甚至是暗示我们该怎么做 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对婚姻越来越恐惧 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总听到别人离婚 总听到别人劈腿召妓是吧 找小姐情人 我们听了太多了 你天天听天天听 你对自己的婚姻会 产生怀疑的 会失去信心的 对吧 我们至今为止没有一个很好的人 能够给大家正确的定义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在 你看这个王力宏现在比较新的 他爸爸都出来给他写封信 证明这个其实女方也有问题 我接下来就简单再说点女方 外边太冷了我进车里去 女方写信说的是什么 第一个他说成了生育工具 说男方冷暴力 在2021年的年末说 而且呢王力宏这个 就是有问题的时候 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已经有这事了 当时有一些这个狗仔队 专门拍 其实2015年就开始了 你看我们在六年之后 快结束的时候 可能要接近很长 就是很长时间嘛 这么多年 李亮雷最后把这个事抛出来了 是忍不了了吗 还是什么呢 在信的这个诉说当中啊 把自己说的非常的惨 说我自己是高材生 我可能拥有更好的未来 我成了生育工具 家庭冷暴力我 男方家处处提防 我不是特别特别赞成 我们把这个私事啊 就明星或者说某人的私事吧 公然拿出来到网上 这个给我们所有人的警醒啊 就两个 我们对婚姻有点失望 第二点 毁你的人 肯定就是你身边那个人 就这个 其实对我们社会来说呢 这封公开信 把自己的私事拿出来 把别人的不堪全部讲出来 就是这个行为 已经让我觉得 可能 就是这个女生对我的印象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 因为她里边的信呢 几乎都是在为自己维护 我相信的是 婚姻在两个人的存续期间 是相互或者说互相去维系的 如果说出问题 有可能不单方面是一个人 她是有一定概率的 比如说人家高材生 人家有很好的这个未来 为了王力宏放弃了 那我要这么说 如果说你有很好的未来 你做得非常好不错 其实问题就是 你跟王力宏结婚之后 生活的幸福程度怎么样 王力宏毕竟比我们普通人的家底啊 家事啊要优秀一些吧 就是我相信这个女方 嫁到王力宏家里边 应该生活方面是挺优质的吧 在这种情况下 抱怨成这样 我们再看看普通人还受得了吗 那普通人不都更惨了 娱乐圈很乱 相当的乱 昨天晚上我还问我直播间的人说 你们印象当中 这个今年出事的有多少亿人 啪啪啪一大把 我说至今为止 长得出来的没出事的 一人有多少 举了几个例子 就几个 就我们认识当中 就几个人没出事 我们看看这普遍的社会现象 婚姻原本是一个简单的东西 啊 道德绑架 原本应该是不存在的 我们用道德的制高点去抨击别人的时候 我想大多数的时间 我们自己都可能做不了那么好 我们发泄不满的时候 会失去理智 所以当我昨天啊 直播间里卖东西的时候 很多人就问我为什么第一时间没说这事儿 我生活中都见过比王力宏还恶心的人 他就是一普通人 他做了可能比王力宏还恶心的事儿 但是他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 我当时在想 这社会公平 就现在变成了一个 结了婚之后 需要斗智斗勇 太复杂了 以后明星艺人 这种事情如果说发生了 请媒体们不要大肆地宣扬宣传 因为给我们社会带来的没有一点点正面的信息 给不了 给不了这东西 你真的啊 你甭觉得咱们自己多么一周年子的在抨击这个事儿 因为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我们以后要解决的是 如何把更好的更美好的婚姻的故事分享出来 让更多人对婚姻是有期待的 而不是说他喜欢的人 他喜欢的明星 婚姻维系不下去 而导致了很多人对婚姻的失望 那种情绪提升了 王力宏的事儿很简单 特别简单 大家 插一半后一乐就完了 最后这句话我说了 不知道妥不妥啊 其实王力宏他前期跟咱们普通人可能关系一点没有 但至少 王力宏这人曾经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营造了 假的人设也好 给我们曾经带来过欢笑和感动 这个是王力宏带给我们的 对吧 所以我们最后呢 要记住他曾经给我们带来的美好 不要一味的谩骂 与此同时一定要避免他犯的错误 这个是王力宏时间最终 如果有可能的话 小概率的范围内能够交汇给我们的事情 但是现在说实话 有多少人看那个王力宏的事吃着瓜 而关系真正自己的生活呢 这是我想说的 好了王力宏这说到这儿 我是米奇沃克斯 喜欢的话点关注 不喜欢也可以聊一聊 评论区走起没关系 想聊什么聊什么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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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nny 拜拜 他们